兩台轎車停在工程車旁 仔細看白車裡還有一名男子 正在車上休息 完全沒想到後方一輛轎車 急速直接撞上 白車瞬間旋轉超過180度 才停下來 換個角度看 轎式的休旅車 當時誤闖國道施工車道 武士旁邊擺放的三角錐 衝破圍離後 撞上停在路間的兩台轎車 當時休旅車連續衝撞後 停在路中間 一名施工人員發現 趕緊上前幫忙引導其他車輛 避免撞上 好幾輛車依序繞過後 施工人員又匆忙到前方 查看同時狀況 沒想到一名駕駛 因為煞車不急 又追撞肇事的休旅車 釀成二次撞擊 車禍發生在10號凌晨4點多 國道3號南下26公里处 新店路段 撞擊力道猛烈 導致包含肇事車輛這裡內 一共三輛車全被甩飛 造成施工人員雙手受傷 肇事駕駛則是胸悶疼痛 所幸兩人送醫後 傷勢不算太嚴重 警察當時是高工局在 實施刨除路面的作業 現場有兩部施工車輛停放 於內側路間 一部施工緩撞車停放 於兩部施工車輛後方 警方對肇事駕駛進行九側 並無酒駕為何突然失控撞上 釀成四車連環撞 還得進一步調查釐清 三宣言和孟走 徐昌雲 新北參報的